好,接下來我們示範一下 如果我要改成那個 改成落實 不好意思 各位那個程式先暫停 按紅色的停子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要改成那個別的圖片 那通常我們會去Google找圖片 但是你去Google找圖片 那個圖片通常是沒有經過授權的 所以你不能拿那個圖片來參加比賽 但是呢 其實也不是不行 就是我們在找圖片的時候 它有一個更多搜尋工具這邊 它這邊有一個使用權限 這邊如果你找的圖片是標示為 允許再利用而且可修改 或者是非商業用途可利用可修改 這個應該都符合授權的條件 所以如果你用這個是可以參加比賽 但是這個不能盈利 這個兩個都不能盈利 就點那個選項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可能你需要的圖片 那我們比較正常的做法是 我們直接去CC圖庫 在我的網站上面這邊我都有放 這邊有一個創用CC圖庫 這裡面是完全合法授權的 所以你去裡面點進去 那小朋友如果自己畫也是可以 但是自己畫通常都比較醜 除非你們學校剛好有美術班 那個畫圖很厲害 那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去找 那學生通常英文會不好對不對 英文不好沒有關係 你在Google有翻譯嗎 就順便 順便跟小朋友講這些用具 所以你去到那個翻譯的 Google翻譯的網站 這邊呢 就把它改中文 改交換就好 然後這邊直接改石頭 Stone或者Rock 你就把它複製 然後在這裡直接搜尋就好 因為這個網站是英文的 原廠網站 中文的圖片比較少 大部分都是英文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你要的石頭 順便訓練小朋友其他的工具的能力 好 那這邊的石頭是這樣子 你選到你要的圖片之後 你把它點一下 它就會打開這一個圖片 然後我們的Squatch 是要PNG或JVG的 所以你點這個PNG下載 那如果你還要想要改這個圖片 那你就用SVG 那SVG是項量圖檔 所以你要用那個 Escape去改那個圖片 如果不想改直接用的話 就PNG 停一下 直接把圖片按右鍵 定存一下 就存到你的電腦上就好 好 直接存在D 好 那這樣就有圖片可以用 而且是合法授權的 那我在我們的 我們的那個氣球啊 我就直接把它換掉 剛剛這兩個造型我們也不要了 好 我直接在這個造型這邊把它清除 好 然後匯入 就把剛剛的找到的石頭 好 石頭把它拿進來 嘿 這樣就有了 那這一個 這一個東西 是定造型的中心 好 你可以看一下大概合不合適 像我們有時候那個 如果你做一個球棒 球棒要旋轉 你這個造型中心就要點在握法那邊 那它轉的時候 才會以握法為中心做旋轉 這個是有用途的 好 那石頭 我們就把它換成石頭了 那石頭的話 就要從上面往下掉 好 那S的範圍沒變 但是Y呢 從180從天上往下掉 對不對 然後 那個 移動的部分 這邊 改變磁就要改變成-10 好 好 試試看 好 那石頭就往下掉了 那石頭很大顆 好 暫停一下 我把它縮小一下 好 那這樣就可以開始往下掉了 那掉下來的是 欸 我剛剛沒有改 好 好 沒關係 那它掉到下面呢 也會消失 也會消失 好 對 剛剛那個百分比 好 你現在這樣的大小 你點兩下 你會看到現在的大小的快關 大小百分比是15 那你剛剛設定的這裡的大小是55到95 所以它會變那麼大 那我改一下 就 10到40 好了 好 這樣就不會大的那麼誇張 好 好 這樣石頭就會掉下來對不對 有大有小 那若石掉下來 通常掉到地上不會消失 會消失那就怪了 除非你人不在空中 好 所以你就要把那個 掉下來 刪除的部分 這個拿掉 拿掉之後 你看 它就會堆積在下面 對不對 它就會一直堆積在下面 那這個就比較符合那個情境 那 所以你就可以做類似這樣的遊戲 比如說 有一個人 在下面你就躲隕石 地震來了 要躲 那個地震警報一響 哇 你石掉下來趕快躲 躲來躲去 不要受傷 第二個 有一個人在這邊 那你要保護他 你用視訊去把石頭剝開 不要傷到他 這些都算防災的範圍 隨便你怎麼想像 只要能夠扯得上 那落子就很易緊對不對 好 就可以鼓勵小朋友去參加這樣的東西 來試試看 好